看过东坡莱达的小伙伴都知道 作为平成莱达系列的第九部作品 假命骑士K-WAR的剧情不能说是最精彩的吧 那绝对是非常上头的 以1986年和2008年两条时间线同时叙述 围绕多个感情线 展开了绿与贝绿的情感大战 以至于被很多人吐槽是家庭伦理剧 越追越上头 当然除了剧情原因外 本作的主角K-WAR也就是乐器 凭借帅气的外形和炫酷的技能 以及和情歌之间的三角链 也吸引了大批忠实粉丝 由于能盘的地方实战太多 本期我们就先来盘一盘乐器的所有形态 第一K-WAR形态 首次登场于TV第一集 是红豆被K-WAR的三世咬一口之后 变成了封印形态 脸部造型设计以蝙蝠未远形 眼睛接见了万圣节的南瓜灯笼 身上捆绑着锁链 意味着原有的力量被封印 为什么要封印力量呢 因为K-WAR之凯是牙血鬼族打造的第三代国王用的铠甲 前两代是太阳用的萨格 以及暗黑乐器 如果变身者的觉悟不够 或者是无法承受这股力量 将会失去生命能量 甚至出现失困暴走的情况 所以K-WAR形态是非常适合小白刷经验的 该形态擅长近身格斗术 也能像蝙蝠一样在上方倒挂着 随着K-WAR撤向觉醒底上 右脚的封印会解开 通常会有满月出现 蓄力太短的话就没有满月特效 K-WAR将会跳跃到高空 急速下降后对敌人施展骑士体 被踢中的目标周围将会出现K-WAR的文章 这个骑士体也被很多粉丝称为 90年最帅骑士体 第二 加鲁鲁形态 手自登场于TV第四集 是在K-WAR形态下 由K-WAR吹向加鲁鲁哨变成的近战形态 战场应对野兽型敌人 左臂经过强化后 拥有和狼人相当的力量 手持一把加鲁鲁鲁刀 出招的速度比K-WAR形态更快 鲁鲁鲁上的狼头能够发出狼笑声 对一些克制的动物种族 会造成大量的精神伤害 在释放大招时 K-WAR会把鲁鲁刀叼在嘴里 这在平成骑士中非常少见 因为大多数骑士都不会张嘴 而且都是用手挥刀 在满月状态下 这招能够发挥出最大威力 被斩链的敌人周围 会出现加鲁鲁的面部 第三 巴夏形态 手的登场于TV第六集 是在K-WAR形态下 有K-WAR吹向巴夏敌哨变成的射手形态 擅长应对速度性敌人 咋一看 有点像空洞的天马形态 因为巴夏属于余人组 所以能够在地面 制造出适合战斗的水空间 敌人根本无处遁形 释放大招时 水流会缠入在K-WAR周围 形成水龙卷 凝聚的子弹具备追踪功能 只要被锁定 不管你的速度多快 都无法逃过这一季 当然不排除一些强力的敌人 用更厉害的杀招反击 第四 德加形态 手的登场于TV第十四集 是在K-WAR形态下 有K-WAR吹向德加底少 变成了力量形态 俗话说以暴至暴 这个形态非常克制力量性敌人 在设定上 力量是K-WAR形态的十倍 防御力也增强很多 相对来说 速度就慢了 谁挨了这一锤子 如果身上没有点肌肉防着 真得落到那种 最惨的肝胆剧烈的下场 如果你以为锤子只是纯物力输出 那就大错特错 只要拉动锤子后面的握把 前面的手指就会张开 其中的魔皇使眼睛 能够洞悉敌人的弱点所在 就像传闻中 美多莎的石化光线一样 一旦被眼睛的光线命中 身体就无法动弹 面临只有被砸碎的命运 第五 德加八级形态 也被称为三维一体形态 手足登场于TVD十八级 是K-WAR同时吹响三只底哨 融合变成的强化形态 拥有加鲁鲁 巴夏和德加的所有能力 可以说是集攻击速度 攻击力和防御力于一身的完美形态 在战斗中 可以自由切换三终武器 或者是两码武器同时使用 如果手多一只 估计三码武器也能同时用 不知道是太强还是什么原因 这个形态只在月起TV中出现过一次 后来在地起TV中 甲头冲哑血鬼吸收了狼叔三人后 使用K-WAR的三世也变成了这个形态 把地起安在地上一顿爆锤 第六 魔晃形态 是由K-WAR配合魔晃龙 解开所有封印变成的最终形态 手足登场于TVD二十四级 是为牙血鬼国王打造的第三代铠甲 也是K-WAR解开封印后原本的姿态 魔晃之铠的实力 介于萨格铠甲和暗黑乐器铠甲之间 相较于容易爆走的暗黑乐器铠甲 魔晃之铠更加的稳定 所以我们只见过K-WAR魔晃形态爆走过一次 金色的盔甲 潇洒的披风 配上超强的实力 魔晃形态也被很多人认为是 就是年莱娜里面最帅的最终形态 在释放绝影技时 首先要在左手的转盘里注入魔晃力 真正的完全体能在剑下活下去的 都是能在K-WAR世界中排得上名的人物 由于剑中蕴含的能量太过凶猛 所以砍两下之后要来回撸一下 体涮一下剑身沾上的血气 不然很容易被剑的能量影响失控暴走 释放绝影技时 需要把绝性底绍插入K-WAR 把剑柄上面的黄金鞭斧撸到剑间 再撸回来 完事之后也要把剑身所带的血光撸掉 因为这个特性 魔晃剑也被称为平成撸撸剑 第七飞翔形态 首次登场于剧场版《魔技城之王》中 第一次出现 是因为传说偶数族的力量侵蚀 强行变成 后来用魔晃形态主动变成 身体完全的受化 在设定上 只有人类和牙血鬼的混血耳才能变身 身躯长着巨大的双翼 头部有三枚魔晃石 一旦魔晃石全部冲动完毕 就能释放出威力极强的金色光线 由于红度身上也流淌着牙血鬼之血 所以不免让人怀疑 这就是红度的牙血鬼怪人姿态 魔晃蝙蝠 如果是这样 相较于其他牙血鬼 未免有些高端大气上挡次了 第八 德加巴基魔晃形态 首次登场于 KW冒险战斗DVD中 是在KW形态下 同时吹响三只底哨 配合魔晃龙变成了魔晃形态的强化版 可以说是三位一体魔晃形态 被誉为KW战斗力最强的形态 在战斗中 可以随意选择四把武器 兼备魔晃和德加巴基的防御力 以及攻击力 有控制 有速度 有输出 护甲又厚 可以称的上市 比德加巴基形态 更加完美的存在 其强大的实力 甚至被粉丝拿来 和暗黑乐器做对比 不知道大家认为 这个形态和暗黑乐器 谁强谁弱呢 以上就是KW的所有形态 关于这部剧 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之后 东坡将会继续给大家 带了KW相关的视频分享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观众东坡 带你了解更多假面骑士